你今天我看資料你是更生人保護協會的董事長 也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董事長 是的 那也是高檢署的檢查長 高檢署一年的預算多少錢 官機主任趕快來回覆一下 高檢署一年的預算多少錢 一百零二年我們剛審議完畢了多少錢 大概是八億 八億多 我們檢查系統大概有12億 高檢署啦 我說高檢署 八億多 那編制多少人 我們高檢署編制大概三百五十人 三百五十人 是 你現在的所謂的更生保護協會 一年預算多少錢 台灣更生保護一年的預算 將近一億八千萬左右 那多少員工?專任員工 我們台灣更生保護專任員工五十九位 五十九位大概六十個人 是的 那被害人保護協會咧 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一年的預算大概一億八千萬左右 那多少員工? 專任員工四十四位 那臨時人員呢? 臨時人員本身 我們所謂臨時人員是各地分會 自行有主任委員大概二十幾位 加起來七十幾位嗎? 六十幾位 四十幾加二十九位嗎? 我所謂臨時人員是 你預算緣合裡面是七十四嘛 所以你現在手上握有的錢啊 單單這兩個協會就有三億六千萬 兩邊加起來的約聘僱包括專任的 將近有一百四十位員工 很龐大 很龐大 保護師的市長 保護師的市長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你們是主管官署嗎? 是 保護師有多少人? 二十 二十個人啊 一個保護師的業務範圍這麼大 二十個人 你一年預算多少錢? 兩億兩千多萬 被害人保護協會就一億八千多萬 被害人保護協會裡面一年有七十幾個員工 所以這個東西裡面 在預算編列裡面 你們看 第一耶 我們剛剛廖正勤 趙薇一直講 你們過去的基金的編列 完全沒有按照法制的嚴謹度來做 你們還是高檢署耶 董事長 所以 部長我在這邊要求檢察長 嚴檢察長 所有被害人保護協會 跟更生人保護協會 所有的預算 回歸到靈機預算的精神 重新歸零開始編列 重新審視到底要聘用多少人 你們所有的錢都拿去聘員工啊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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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是有各地分會的主任委員或是常委員 自己捐錢然後聘請他們來的 所以這不是我們 你們一年的預算有多少錢?人事費用 我們一年的人事費用 大概三千五百萬左右 我手上資料是 預算編列是四千兩百六十九萬 那是八塊有一些保險費啊 是啊 那當然要算進去吧 將近佔了四分之一啊 將近佔了四分之一啊 但是你們真正剛剛很多的委員在獎勵 你們用在保護被害人裡面的錢 不多啊 所以為什麼立法院 一百零二年的預算平息報告 就是一百零一年的意見 只是把年度再換一下 也是一百年的意見 因為過去法治委員會在審基金裡面 可能 怎麼樣就讓他過了 所以警察長 我跟你講 你看不管是法治面 或是你的人事是越來越多 或是你的計畫都沒有詳細的介紹 那你的更生保護協會 跟你的犯罪表演協會 錢大部分是從哪裡來? 我想向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計畫 我們計畫都在總說明裡面 有說明我們的稅錄預算 大部分從哪裏 稅錄預算 我們由內政部跟法國部 是 編列預算 不超過四千萬 那大部分的錢從哪裡來? 大部分的錢都是還起訴儲文金 那還起訴 那你一年要多少錢 知道要從那邊要多少錢嗎? 從 你要跟還起訴哪錢? 儲文金拿錢? 因為還起訴儲文金這是不確定的 那你有沒有變多少錢? 一百零二年你跟他要多少錢? 變多少錢? 一億兩千萬 他就要給你一億兩千萬嗎? 沒有不一定 那這幾年都給多少? 大概一億元上下 都一億元上下嗎? 都一億多嗎? 對 但是這一筆錢還起訴儲文金 要這筆錢的時候你們有沒有寫計畫? 詳細的計畫 有各地分會提出計畫 那你各地分會提出計畫裡面 你的落實的預算執行率應該要很完整啊 你在還起訴儲文金的預算執行率應該很完整啊 本來地檢署的還起訴儲文金審核小組裡面 對於我們這種公益團體 他的給的還起訴儲金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他是我們聯付 怎麼給我尊重地檢署 但前提是你跟他要的錢 你應該會按照計畫去執行你的企劃嘛 沒錯 沒錯嘛 那你看看下一頁 所以你剛剛講的嘛 還起訴儲文金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你有66%是來自於還起訴儲分金 你的更生保護協會有36%是來自於什麼 還起訴儲分金 再看下一頁 你看決算書 99年跟100年 你幾乎很多的錢 我這裡面講一個東西 你剛剛講嘛 你是用計畫跟地檢署要還起訴儲分金 99年 你的計畫裡面決算收入 一億四千多萬 但決算支出九千六百多萬 剩餘四千多萬 剩餘佔收入比率都是在三成多 也就是說你去跟他申請計畫 你去花的錢的過程裡面 在預算執行率裡嚴謹度是不夠的 市長長 你的計畫審核的東西裡面 必須徹底的重新檢討 再看下一頁 再來 過去這幾年 過去這四年 從97年到100年 你總共從還起訴頒了四十幾億 四十一億 還起訴儲分金到我們所謂的這些協會 但是你用了 總共 那你還起訴儲 你這個總共的錢四十幾億 但是你有八億多到 犯罪人被害保護協會 更生協會 只有八億多 佔整個還起訴儲分金的四十一億裡面 將近二十一百分 這個比例算很大 向委員報告 地監署的還起訴儲分金 給了四十幾億 那是指全國的 全國的 給八億 給八億 給你們是八億 但是占多少 占二十一點一五 這比錢的比例還是很高 向委員報告 因為我剛才向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財團 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政府的補助款 一人差不多四千萬 但是我們 我同意啦 錢我都同意嘛 五千萬四千萬我都同意 錢你怎麼花嘛 看下一頁 你錢沒有花在刀口上嘛 你看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你的監任人員有一百一十一個人 專任人員有四十五個人 臨時人員有二十九個人 還有各分會設執行秘書 還有副執行秘書 那些是監任人員 監任人員有沒有學 有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嘛 有有有 車馬會 車馬會是一年還是一次 每個月 每個月嘛 對每個月照算 我是覺得啦 這些都是濃郁值的啦 為什麼還會這種錢呢 這些人名片都是打著高雄地監署 高雄什麼法院 官戶人什麼保護跟著 還每個月領三千塊 他們不缺這些錢啦 把這些錢用在哪裡 用在被害人身上嘛 你本身你的專任人員派到四十五個 臨時人員二十九個人 這些在各分會 我跟你講一大堆在社會上 道德從望很高的人 願意出任這個職務 很多都是檢察長去把地方找到一些 學精力具有的人出來出任 他不在乎你那三千塊啦 而且所有法務部部長 所有在這邊兼任的人員 也不要去擰那一個月三千塊嘛 這筆錢把它用在犯罪被害人身上嘛 其實像委員報告 我們用在犯罪被害人身上啊 以現在的話 絕對沒問題 沒有問題 剛剛好多的委員在講你們的比例案件處理的那麼低 你們審核期間三個月 多少是超過六個月以上 我那個是地檢署的 這跟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 但是這東西就是你們整個法務部的制度 所有的東西裡面這些錢 是不應該這樣花的嘛 再看下一頁 你看 一百年犯罪被害人 對我國犯罪被害保護執行問卷調查 不滿意的高達七十三點五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所得的資訊本身自己調查 對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本身的滿意度 是超過百分之幾 你的資訊從哪裡來 我們自己問件調查 你自己問的我會相信嗎 委託民間公司 委託哪個民間工作 中華征信公司 中華征信公司 對 你委託到是你指定給他 有沒有公開招標找一家文件公司 公開招標的 中華征信 在做民間裡面 我還真的少聽到 中華征信公司 中華征信公司 企業股文有限公司 這些東西裡面是人家學去做的啦 還是個犯罪防治裡面放相關的哪 也可能會因為 大家對於犯在我們國家裡面 對犯罪被害 你那些征信公司的問卷調查對象是誰 誰去承辦的相關單位是誰 主席能不能再給我 給我一百兩分鐘 保護的個案 幾個個案 期間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九十八年做幾個個案 九十八年開始 接受我們犯罪被人保護協會所保護的個案 怎麼做 做幾個人個案多少 有效樣本多少 一千一百多人 一千一百多人做多久 對 做電話訪問嗎 他不只電話訪問還有 他不只電話訪問還有 我告訴你 你這個成本 你這個委託計畫多少錢 你這個委託計畫多少錢 三十萬還是五十萬 三十萬可以做到一千一百多萬還可以電訪還可以加訪 三十萬的電話訪問 你沒有做過民調啊 我選舉一份的民調有效樣本數一千三百多分收我的二十萬 這時候打電話兩天一夜兩個晚上打完啊 檢察長 是 我選舉啊 找那個很專業的顧問公司來做民調 做兩個晚上到三個晚上 有效樣本在一千兩百多分到一千三百多分二十萬 你做什麼 做一千一多分還可以電話訪問還要去加訪 我這個是全國性的嘛 你那三十萬我告訴你 你那個問卷啊 我不敢說你亂做 但可信度很低 如果選舉過的人 以三十萬的成本 叫人家去做什麼 電訪跟加訪 我是不相信啊 我會後是不是送一份這個文件調查 整本的資料送給委員 我相信學切的 他的樣本數只有兩百個人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的 還有我們檢察長 你要虛心情義 你的權勢這麼大 你的錢這麼多 我們只希望把這些錢用在刀口上 你不是來變 看下一頁 你看我們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明文規定 為百負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以屬受傷重者 性侵犯罪行為被害人以保障人民權利 看下一頁 第三十條 這是你應該辦的東西 但這些錢少是又少 不到你錢的六成 所以這些東西該是檢討的地方 什麼叫預算審議 什麼叫靈機預算 你要去建立一個制度 立法院一百零二年一百零一年一百年 所有的預算平息報告 十至八九的意見都一直在同誤 你們當到法務最高層 你們難道都不看立法院的預算決議嗎 我們虛心檢討 檢討了從九十九年到一百零二年 立法院預算中心做的預算平息 第一條的意見都一樣 你們沒有按照決議辦理 沒有按照制度規定辦理 這還是法界的最高層 你們的預算是這樣變的嗎 所以你的預算下午人家 兩個招委裡面都凍結了 不只凍結 我跟招委報告 應該叫他們用靈機預算 每一個人在做什麼 把他相關業務支障換為裡面 把他寫出來 這些錢是什麼 應災用蓋犯罪被害人身上 這還是對